大家好 乙癌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 对于女性来说 是继续肺癌之后的第二大致死的癌症 既然乙癌这么常见 今天我们会谈到 一些关于乙癌的基本知识 以及一些可能会降低 你还乙癌风险的一些方法 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我们讲一下 到底什么是乙癌呢? 乙癌就是乙防组织的细胞 不受到控制的生长 当癌细胞分裂的时候 它们会集结在一起 形成了肿瘤 这些肿瘤是可以扩散到 周围的一些组织 或者是身体的其他部位 虽然对于女性来说 乙癌是比较常见 但是男性都有机会患上乙癌 既然乙癌是这么普遍 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健康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如何可以减低我们 患上乙癌的风险 以下的这些因素 都会增加你患乙癌的风险 有些风险因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就好像你是女性 你的年龄或者家族的病史等等 患上乙癌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就是身为女性 女性随着年纪的增长 患上乙癌的机会也会跟着增加 侵润性的乙癌大多数都是发生在55岁 或者以上的女性的生上 另外如果你个人或者家人 曾经患过乙癌的话 你的风险亦都会相对增高 有些乙癌的病例是认定 和基因缺陷 而由父母遗传下来 如果你是在12岁之前第一次来月经的话 或者在55岁之后才停经的话 和有较少月经次数的女性相对比 你幻想乙癌的风险也会稍微高些 有些女性的乙防X光照片检查 可能会检查到她们乙防的导致密度比较高 有什么含乙呢? 有高密度的乙防 就代表乙防组织的脂肪比较少 虽然高密度的乙防是很普遍的 但是也会增加你患乙癌的风险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危险因素 是你本身自己没有办法可以改变 但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些因素 是与你的生活方式有关的 这些因素就是有 喝酒超重 尤其是在更年期的时候 如果你的体重超过了 还有就是你未生过小朋友 或者是你生第一个小朋友 是在35岁或者之后的 还有些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 会接受的荷尔蒙 也就是激素的补充剂的治疗 这些都是与生活方式有关的 那其实这些因素 你是自己可以做改变 根据我们刚才所提过的一些 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危险因素 我们可以透过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来降低我们患乳癌的风险 你可以选择喂人奶 喝少一点酒 保持健康的体重 做运动和健康的饮食 如果你打算怀孕 或者是已经怀了人的话 你可以考虑生完BB之后 用母乳来喂BB 喂母乳可以减低 幻乳癌的风险 尤其是你喂母乳超过一年半 或者两年 然后如果你喝酒的话 一日之内没有超过一杯酒 研究显示 每一次喝酒都会增加幻乳癌的风险 另外保持健康的体重 你可以做运动和吃健康的食物 例如吃低脂肪和高纤维的食物 像蔬菜和水果那样 现在大家对软癌的风险 有所初步的了解 虽然有些危险因素是没办法改变的 但是有方法可以让你早期发现到癌症 这样你就可以及早接受治疗来挽救你的生命 越早发现癌症 你在治疗上的选择就会越多 以及可以挽救你的生命 肿瘤越小的话 你医治好的机会就会越高 到底要如何才可以早期发现到癌症呢 医生会建议每年做定期的检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你的医生可能会为你进行临床预防检查 这是常规检查的一部分 另外预防X肛照片检查 是早期检测出预癌最有效的方法 如果你的年龄是在40岁或以上的话 你记得要与你的医生咨询 你应该何时开始接受检检 够多久接受检检 以及哪些检检方法最适合你自己 如果你按照医生的建议来接受检检 就可以提高早期检测到癌症的机会 以及成功治疗的机率 究竟什么是乳房X肛照片检查呢? 乳房X肛照片检查 是可以在类性未发觉到自己 乳房有任何异常情况出现之前 检测出乳房里面可能有一些问题 在现在的科技里面 乳房X肛照片检查 是早期检测出乳癌最有效的方法 在你预约做乳房X肛照片检查之前 如果你观察到你的乳房有任何不妥的话 或者你自己或者家人曾经有患过乳癌的历史 记得要告诉你的医生 另外接受乳房X肛照片检查的最佳时候 就是在月经结束之后的一个星期 这样你的乳房就会不会那么敏感 在接受乳房X肛照片检查的当日 首先你不能在甲垃底涂止汗剂 爽身粉或者润敷箱 因为这些产品会影响检查 而导致结果不对 另外如果你之前有做过乳房X肛照片检查 记得带回你上一次的检查报告给做检查的医生 在检查之后应该问一下工作人员 你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这个检查结果 当所有东西准备好之后 你就会进去检查室里面 帮你拍X光片的技师 便会叫你除了上身的衣物 然后根据所用的仪器 可能会叫你坐在这里或者站在这里 那技师会帮你将乳房轮流 放在一个可以接收X光的平板上面 然后仪器便会轻轻地压在乳房上面 之后那技师便会在不同的角度 帮你的乳房拍X光片 在拍片那一刻 那技师可能会叫你忍住到气几秒钟 拍乳房X光照片的过程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因为在检查过程里面 那个机器是会轻轻地压压你的乳房 不过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只是会持续很短暂的时间 整个检查过程 通常都要20分钟左右 当你接受完乳房X光照片检查之后 那段时间会得到这个乳房X光照片检查的结果 有一些类性的结果上面 会显示他的乳房组织密度高 那其实是代表 他的乳房组织比脂肪多 是比较常见的 尤其是对于亚裔的妇女 那如果你的乳房X光照片检查 显示乳房的密度高 那其实纽约州规定 放射科的医生 是要在你的报告上面写明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乳房密度高呢 因为如果你的乳房密度高的话 那你的乳房X光照片里面 就会比较难见到一些癌细胞 同时有高密度乳房 也会增加还乳癌的风险 不过要记住 高密度乳房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其他因素包括年龄、基因、个人 或者家族患病的历史 个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等等 综合起来都会影响到你 还乳癌的机会 那如果你的乳房X光照片检查结果 显示你是有高密度乳房 首先你要和你的医生讨论一下你的检查结果 以及和自己有关的一些危险因素 看看高密度乳房对于你来说是代表些什么 那你的医生可能会建议你作进一步的检查 例如乳房超声波 对于40岁或以上的女性 每年接受乳房X光检查 仍然是早期检测乳癌的最好的方法 很多人都会对乳房X光照片检查有所顾虑 因为他们担心在检查时所接触的X光有幅社 其实这个检查中所需要的幅社的量很小 所以它带来的伤害风险很低 定期接受乳房X光照片检查的好处 是远远大于它带来的伤害 我们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个病人的经历 前几年有一位李太太当时60岁 她回来做定期的乳房X光照片检查 在那时她还未发现有任何的不妥 都没有任何的症状 但是她的乳房X光照片检查的结果 就发现她的乳房有点异常 所以她的医生就建议她去做中一步的检查 她所接受的中一步检查 就包括乳房超声波和细胞活检 这两个检查的结果 证实了她患有乳癌 于是李太太就立刻接受治疗 因为她可以及早发现她的乳癌 以及立刻采取行动 她是可以完全康复 例如李太太的一种情况 乳癌通常是没有表面的迹象或者症状 特别是在早期的阶段 所以乳房X光照片检查 对于早期检查乳癌是非常关键的 那医生是建议女性接受这些检查和测检的 因为一个是非常好的机会 让女性可以及早发现乳癌 以及接受治疗 除了定期接受乳房X光照片检查之外 我们平时都要注意自己的乳房健康状况 以下是一些有关乳癌的重要警告信号 第一 乳房里面有任何大小的硬块或者是肿块 第二 乳房肿脏、发型、变红或者是变深色 第三 乳房在形状、大小方面有任何的改变 第四 乳房的皮肤粒陷 第五 乳头痛 第六 乳头的变化 有些女性本身乳头是向我突出 但是突然间变成向内粒陷的话 这个可能是癌症的症状 有些女性正常的乳头是向内粒陷的话 这个就不是癌症的症状 不用担心 第七 乳头流血或者有不正常的分泌物 第八 乳房的某一个地方有长期持续的痛 最后 第九 夹底有癌快 有一位曾经患有乳癌的人士分享到 要知道和了解自己正常的身体 一旦你发现乳房有任何的异常 就要立即咨询医生 在美国每八位女性里面 就有一位会幻想乳癌 如果你发现自己幻想乳癌应该如何处理呢 当我们发现自己幻想乳癌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难以接受和难以应付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了解癌症和各种治疗方法 就会对我们有帮助 所以就算你觉得自己的移民是很小的问题 都不要怕去问 你可以和医生提出以下这些问题 例如我患有哪一类型的乳癌 我的乳癌到了哪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有什么意思呢 我应该若见哪一类型的医生 和我什么时候要见他们呢 治疗乳癌的方法有很多种 通常治疗乳癌的首选就是切除手术 手术一般是将肿块或者整个乳房切除 你都可以选择在手术后做乳房重建 化疗是使用药物来减药或者杀死癌细胞 通常是用于手术之后 从而降低乳癌复发的风险 荷尔蒙疗法是通过改变身体内的 痴激素的数量和他们的活动 来治疗某一种乳癌 放射治疗是利用高能量的微粒子 或者是电波来消灭癌细胞 那辅助疗法呢 譬如说针灸、中草药等这些方法 是可以帮助舒缓 癌症带来的一些症状 和在治疗期间引起的一些副作用 那向你的医生咨询和讨论 应该选择哪一种治疗方法 就算你平时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在面对癌症的时候 你都可能会觉得很有挑战性 才了解你要面对的挑战 会对你有帮助的 当你知道自己患有癌症之后 你可能会觉得很生气 很害怕 很有压力或者很抑郁 出现这些情绪是很正常的 多点了解自己的病情 以及知道有什么事 你是可以做的 不要怕去寻求帮助 咨询你的医生 你的医生可能会转介你去接受社工 或者其他专业人士的辅导或者治疗 通过做运动 或者自己喜欢做的一些活动 来舒缓压力 你都可以将你的感受 告诉你家人和朋友 或者参加癌友会来获得支持 黄家莲社区医疗中心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与癌友会 在致癌疗情结束之后 继续约见医生来做定期检查 大多数人在致癌疗情结束之后的头几年之内 每几个月就会复诊一次 最后继续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预防癌症的复发 限制酒量和保持健康的体肠 不单可以帮助减低癌症腹白的风险 亦都会帮助你舒缓抑郁和疲劳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与癌的讲座 测检以及癌友会 请与我们联络 黄家莲社区医疗中心每周开晨7天 低收入或者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士 可能符合资格在本医疗中心接受 低收费或者免费的测检 咨询电话是212-226-8339 212-226-8339